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12月17日在公开接见活动中 对巴基斯坦一所学校遭袭击 以及也门和澳大利亚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震惊 在巴基斯坦学校发生的这起杀戮事件 导致130多名学生丧亡 教宗说 现在我要同你们一起 为日前在澳大利亚、巴基斯坦和也门发生的 非人性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祈祷 祈愿上主在他的平安中 接纳亡者的灵魂 抚慰他们的家人 改变那些对孩童也不停止使用暴力者的心